五支到衙门找过武松,几回都没遇着。 他让别人给兄弟烧信, 熟嫂之间闹什么别尿,能回家还回家吧,我偏偏盼他回家。 他希望武松回去,但是武松也没回去。 光阴似箭日月如昨,鱼眨眼到了深度了。 也就是说,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。 但说阳古县的支县, 这支县姓乔,叫乔广阳,乔的老爷。 他也是走门子,坐着这里支县。 快三年期满了。 这三年,他剩的银子很可观,发了大财了。 这乔治县心里琢磨着,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。 能不能叫我连任呢? 。 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,把我给挤下去。 不行。 杨康快过年了。 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。 一,最好连任,不挪这位置,在这儿做个支县也不错。 如果挪位置,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,比阳古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。 如果能升千,那当然就更好了。 当夜晚间,乔治县把家常的珍宝全盗了出来。 珍珠,玛瑙,翡翠,钻石,金条,金包。 大银包,摆了一桌子。 挑选了多时,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。 包了两个包子,愚者就搁起来了。 指向可有点心疼啊。 但又一想,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。 这钱我不白花。 现在看来是破财。 早晚我换个地方,或者留下来。 我揭茶搂,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? 不到两月我就搂回来了。 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? 您看,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。 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。 派谁送到东京去? 派旁人不放心。 尤其这年月,冯山有道玉岭藏贼很不太平。 这要叫人给劫去,我可倒了血霉了。 哎,想到吴松头上了。 那吴都头能耐还大,办事还认真,小伙子还聪明。 他要押送这些东西,万无一失。 到了第二天,他派人把吴松找进内宅。 吴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有什么事。 赶紧来在了里面。 非知参见大人。 您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吴松啊,坐下坐下坐下。 吴松坐下了。 。 怎么样啊? 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,还满意吗? 多些大人的皮鞋,很好,很好。 嗯,那就行啊。 吴松啊,有件事情,我得求你给办办。 你就得辛苦了。 大人直观吩咐,小人一定效命。 好,快过年了。 按理说,不应该叫你出门。 但这事我左右考虑,非你不可。 啊,我这有两包之前的东西。 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。 打算送到东京丽布衙门,交给何大人。 叫旁人去我不放心,恐怕路上有个闪失。 看来非你不可了。 吴松啊,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。 吴松连笨都没拿,赶紧站起来。 小人愿意领命。 好,太好了。 吴松,你放心。 这件事你要给我办成了。 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。 多谢大人。 这是李丹。 你对证对证啊,看看有没有差错。 这送礼这个事得认真呢。 那李丹就写着,包里没有怎么办。 吴松照着李丹一对,一点不差。 吴松一看就这俩包啊, 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。 变卖成现银,能过万。 怪不得都想当官,搂了多少钱。 另外还有一部分钱, 支县派人,在阳谷县本街上, 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。 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, 足足地装了一车。 把这最值钱的家在里边。 光吴松一个人不行啊。 支县从内宅里的搏出两个新妇人协助吴松。 又在衙门里搏了两个精壮的大汗, 功夫都不错的。 也协助吴松押运礼品。 告诉吴松, 马上办手续。 宅日就启程, 越快越好。 吴松点头, 可这么一安排, 就两天的时间了, 这就够快的了。 一切齐备, 从压司房里的把手续办完了, 向支县辞行, 支县大席。 告诉吴松, 一路保重。 如果到东京办完事, 我给你几天假, 你溜达溜达。 银子嘛, 你放心, 花多少, 都出在我身上。 这乔治县还挺大方。 吴松全安排完了, 第二天就要走了。 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, 我家里的事还得安排安排。 这是五两银子, 你们去买点东西, 酒肉菜和点心, 送到我哥哥家里头。 哎! 吴松把人打发下去了, 换了一套衣服, 穿着棉袍。 回到紫石街, 单说吴大郎, 想兄弟想的只做梦。 真没想到吴松回来了。 吴大郎蹬蹬蹬跑到街口, 兄弟, 你可回来了, 把哥哥都想死了。 哥哥, 我也一样, 因为衙门公务缠身, 我想回也回不来。 就得别走了, 你要再走, 哥哥就活不成了。 说着话, 哥俩拉着手, 进了屋。 吴大郎啊, 杨起了的, 从楼上喊, 大嫂! 大嫂就是老婆子, 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。 大嫂啊, 你看谁回来了, 咱兄弟回来了。 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, 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。 前者没那个茶就讲不了了。 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。 其实他心事重重, 也没睡着。 平楼下午的狼一喊, 似乎听见武松说话, 他是心脚心放着。 别看他恨武松, 骂的那么难听, 说的那么狠。 从内心深处, 他还是留恋武松。 他恨的什么? 就是武松不答应他。 他为这事生得起, 一听武松回来了, 豁然而起。 他精神头当时就来了。 先对着林华硬叔叔装, 抹点粉, 擦了点胭脂, 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, 一边收拾, 一边往楼下跑。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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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到了楼口这儿, 正好遇上武的狼和武松。 一见武松, 潘金莲是眉飞色舞, 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。 叔叔啊, 怎么了? 扮了几句嘴, 你就撑了心了, 挑了嫂子了, 一去不回头, 你这人心可够狠的。 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? 啊? 你个小没良心的, 快上楼。 武松一听, 把狗改不了吃屎, 叫他这套话我最不爱听。 没有办法, 假装没听见? 。 跟哥哥上了楼了, 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, 跟小样一样飞来飞去, 张罗着挑摆桌椅, 七茶端果子。 就在这时俩土兵来了, 买了不少的东西。 武德郎就问, 奥尔利尼又特飞, 到家吃个便饭, 何必花这么多钱呢? 哥哥, 您不必管。 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, 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。 那土兵啊, 就是本地的军人。 不属于国家正头军。 尤其在衙门里头, 那是武松的小打, 叫干什么? 干什么? 俩人玩玩袖子, 花鱼鳞, 脚鱼尾巴, 刷锅就刷锅, 做就做。 这俩手头还真挺利索, 时间不大, 做好了。 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, 让他们上街去吃。 然后在路口等自己。 摆了两把椅子, 让武的郎跟潘金莲坐下, 武松坐在他们对面。 这两口子有点发毛, 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, 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武松呢, 先给哥哥满了一杯。 哥哥, 您先把这杯酒喝了。 小弟有话对您说。 唉, 好吧。 武的郎双手端起酒杯, 一言而尽, 然后拿袖子擦擦嘴。 兄弟, 有什么话你说吧。 哥哥。 小弟先知, 哥哥天性懦弱呀, 静挨旁人欺负了。 必此番奉献太爷所差, 赶奔东京前去办事。 这一走, 多则三月, 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哪。 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 哥哥您记住, 我走之后, 你要晚晚的出去, 早早的回来。 这买卖但能不做, 就不做。 回家之后, 把前门关牢, 后门关紧, 你哪儿也不必去。 在家里的一带, 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。 倘若有人欺负哥哥, 不要跟他们计较, 等兄弟我回来之后, 再找他们算账。 大哥, 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吗? 哎, 听明白了, 我都记住了。 你走之后, 我晚晚的出去, 早早的回来, 前后门关紧了, 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。 别人欺负我, 我也不跟他们计较, 等兄弟你回来, 找他们再算账。 对了。 哥哥千万可别忘了, 不能忘, 不能忘。 。 武松说完, 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。 嫂子, 请您满饮此杯, 小弟也有话讲。 。 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, 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, 明明心里的不愿意, 可也没办法。 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, 依言而尽。 武松这才说, 嫂子, 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。 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。 小弟身表同情, 但生理做熟了饭, 。 八个字注定, 岂能更改。 嫂子, 你就得认命了。 我走之后, 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。 不要与其他人计较, 也不要惹是生非。 嫂嫂, 别忘了这句话, 离老去完不入。 如果嫂嫂, 心缘异马, 你要控制住自己, 我希望你心缘谨记, 异马捞顺。 你看这武松啊, 念书不多, 横支都有套词。 什么叫心缘异马呀? 那就指男的也好, 女的也好。 有时候想下当, 见不得人那种事。 想入非非, 怎么办呢? 你自己控制住自己。 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, 就不至于犯错误。 这叫心缘谨记, 一马捞栓呢, 离老犬不入。 就是外头那篱笆墙, 你要把刀栓结实了, 有狗想钻也钻不进来。 其实呢, 就是教育人, 思想上, 有一道巩固的防线。 不想写的歪的, 别人勾引你, 你也上不了当, 也犯不了错误。 你看武松虽然读书不多, 知道的词和典故还真不少。 潘金莲也不是个糊涂人。 小说也能看下来, 别人讲古他也知道不少, 他知道武松是指什么说的。 这不是点自己呢吗? 就因为前者调戏的不成, 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。 那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, 怕我做出不轨的事来。 哎呦, 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。 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, 他把筷子就碎了, 把酒杯也碎了。 武德郎吓得一哆嗦, 杨其脸看着他媳妇, 劝也不敢劝, 拦也不敢拦, 这潘金莲呢, 就发开破了。 一跳屁股坐在床边上, 就说开了。 哼, 哎呦, 不边量边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, 跑着来教训老娘来了。 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。 你问问你哥哥, 自从我嫁给他之后, 这么多年了, 哪只犬钻进来过? 嗯? 慢说是狗, 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。 这乃的料地也摔三截, 叮当三响, 玲珑踢套, 你少拿话敲到旁边。 不信, 你问吴大, 吴大, 你说我是证人, 我是歹人, 你说, 武松朗笑一声, 骚操, 但愿你口, 你说, 武松朗笑一声, 骚操, 但愿你口心, 如意, 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。 因为公务甚忙, 我不能相陪了, 望凶嫂保重, 咱们回头见。 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, 乌大郎顾不得旁的彩虎头, 就追下来了。 武松二大腿长, 当然是走得快了。 武大郎挪圈腿紧蹈蹈, 等他出了门, 武松就到了街口了。 这武大郎在后就喊上了, 老二, 二弟, 留步你等等。 武松听见呼唤声, 听声站住回头观看。 武大郎啊, 嘘嘘直喘, 算把武松撵上了。 二弟, 你真要走。 真的, 多再回来, 多折仨月, 少折也得四五十天。 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, 哎呀, 咱哥俩呀, 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。 我心今年能行, 哪知道你这半道上有得出门。 兄弟, 早去早回啊, 哥哥我想你。 哥哥, 我也想您啊, 此事公务在身, 身不由己。 你放心吧。 办完事情, 我马上就回来。 大哥, 方才在洗钱, 我告诉您的话, 您可千万别忘了。 忘不了, 我一定听你的。 因为大哥呀, 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, 能挣几个大钱。 我劝你不是一次了, 你老说在家待不住。 我看天这么冷, 你何苦来的呢? 钱不够, 管兄弟我要。 我养你们夫妻, 还是蛮可以的。 你看怎么样。 哎呀, 二弟啊, 我看这事你甭管了。 我的确在家待不住, 我不是那享福的人。 我在家待两天呢, 浑身上下骨头结肉疼。 我就觉得做点小买卖高兴。 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? 挣的钱虽然不多, 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这一些。 反正我少做, 少卖点, 就全有了。 嗯, 好吧。 哥哥还有事吗? 没有, 回去吧, 天太冷。 哎, 二弟啊, 出门在外。 难哪, 注意身子骨, 千万别感冒, 多吃点饭。 我都知道, 都知道, 不老哥哥挂心。 那你走吧。 武松走了。 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, 回过头一看, 我的狼没回家, 还在街口那站着呢。 武松这心就一翻个, 赶紧就回来了。 大哥, 您怎么还不回去? 不着急, 我, 我看看你。 武松一皱眉, 哥哥, 听小弟, 到, 来。 。 你为什么要凉得来。